228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公路总局因应连续假期庞大交通量 27号开始到3月1号要实施交通输运计划 目前规划完成相关的交通疏导策略 疏导措施还有管制措施等 像是台九县的湘兰到金轮路段 要办理大客车优先到管制 预计2到6个小时会是车流状况来调整 请民众有行驶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 228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估计将涌入大量车潮来到台东 公路总局为了因应庞大的交通量 早已规划完成相关交通的疏导策略措施 以南卫地区来说将针对台九县金轮风景区 多梁火车站等地规划替代路线 弹性调整耗置实质 并协调观光主管单位及地方警力 规划临时停车场与加强违规取地等 另外也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 提升东部地区公共运输效率及服务竞争力 台九线香兰道金轮路段将办理大客车优先到管制措施 从27日开始到3月1日共3天 管制时间预计2至6小时 试车流状况调整 请驾驶人配合管制措施 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 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 下载省到即时交通资讯APP 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并免塞在车阵中 就讲解整理报道